剛剛講的科技股 美國這邊當然是比較看好科技股 現在傳出來台積電 咬到蘋果的Mac處理器的大單 也包括iPhone開始開賣 現在這一波的科技股 是不是有可以琢磨的地方 對 科技股的話 當然先看美國股市領先的族群 你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去看廢半指數的話 你可以看到廢半指數 它其實是在美國四大指數裡面最強的 它已經領先的突破了季線的反壓 廢半已經站上季線 它在這一波的走勢上面 是最強勢的一個領頭羊 所以也就是說 半導體族群是 全世界股市裡面最強的領頭羊 因為標普跟道瓊都還沒有回到季線 都還沒有站回季線 美國的五大堅牙股 它現在目前佔大盤 你說標準普爾500指數已經佔到20% 換言之就是說這五大堅牙股不跌 它能繼續往上走 那美國股市就沒有太多的回檔空間 所以你也看到為什麼美股 就像剛剛大家講說 大家看到整個經濟數據很爛 然後財報也很爛 那根本問題是 美國股市就一直給你漲上去 對不對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財報收也不是很重要 對 其實關鍵就在我剛剛講的 這五大天王股 那五大天王股 大家都知道就是奈菲 然後這個蘋果 臉書 微軟 亞馬遜跟谷歌 這五到六支股票 這五到六支股票 總共佔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權重 已經佔到20%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五到六檔股票 如果它繼續往上走 那基本上 你說美股要大拉回的可能就不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目前 台股跟美股 你之前美股還有想要做空嗎 之前 現在不做了 目前我的ETF的空單還在 但是多單的部分 我可以一直跟大家講 就是我就是放在亞馬遜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亞馬遜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四跟蘋果同一天要公佈財報 然後禮拜三是臉書跟微軟 禮拜二是谷歌 所以說有五家重量級的公司 在這個禮拜要公佈財報 那首先來看到 我剛講這五家公司裡面走勢最弱的是谷歌 因為谷歌現在目前還壓在季線附近 但是微軟已經突破季線 突破季線 而且它突破的是一個收斂三角形的整理 末端突破了 然後在臉書的部分 雖然最近利空不斷 但是你可以看到 臉書在上個禮拜五是大拉 而且是突破季線 也突破了收斂三角形的一個末端 那更不要講 亞馬遜現在目前股價是在這個歷史新高的位置 2400塊錢美金那個位置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奈菲其實財報公佈之後拉回 現在目前也穩住 而且它也是穩住在一個歷史高位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說 以美國的科技股的這個走勢來看 即使這個禮拜 它公佈出來的財報不好 我也不認為 它會造成這些股票的大跌 我個人不這樣看 因為技術面看起來 包括蘋果 因為蘋果這禮拜也要公佈財報 同樣的就是我剛講 跟亞馬遜同一天 禮拜四公佈 美股的禮拜四公佈 那蘋果現在目前的股價的這個位置 也很強勢 那蘋果今天傳出來 它的SE手機賣到缺貨 在中國大陸賣到缺貨 所以說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蘋果先前已經調降了財測指引 所以說呢 在調降財測指引之下 我認為蘋果禮拜四公佈出來財報 應該會好於市場預期 OK 那我們看蘋果相關供應鏈你怎麼看 我們現在這個有這些股票 像紅海滑通 這個真頂這些等等 那有人在問說 這兩天是不是就逢高獲利了結算了 當然你有賺錢 逢高獲利了結也是一個方法 的確現在目前這個階段操作股票 必須要很謹慎 一步一步來小心謹慎的操作 所以有賺就跑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那拉回再進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這個不好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續報 壓蘋果財報 這個超出市場預期 我覺得也可以 所以在現在目前我認為 這個蘋概股這個禮拜 應該會有表現 因為相對而言 大家對蘋果的財報不會看得太差 那蘋果公佈出來的財報 我剛剛有說 它有可能會超出市場預期 因為先前已經調測了 財測的指引 所以利控已經出盡了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像現在目前 我們看到這些股票 的確它可以做某種適度的 這個來回的操作 我個人是這樣看 那另外台積電 因為剛才慶儀有講到 它其實蘋果現在目前 那個MAC的CPU 它也要自己做了 然後當然要下給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現在目前的走勢 也很強勢 雖然說上個禮拜收了4根黑K 但是今天又拉上去 所以說在台積電的操作部分 我覺得高出低進也是一個方法 OK好台積電高出低進 這時候你覺得有些部分 可以開始獲利了結了 那另外這很多小股民 大家非常關心在鴻海集團的部分 我們看郭台銘是自己 這個匯刀整病 自己的個人健康事業 本來十多家公司 只留下三家賺錢的公司 其他就是全部財測獲得整病 那麼有將近百位員工 可能會這個沒頭勞 像錫技拜拜 怎麼樣來解讀郭董這個動作 現在壓力有這麼大嗎 好那郭董這一次新聞很大 某週刊 把它全部寫出來 就是說這個曾馨穎的姐夫 現在目前郭董健康事業 就是M次集團 他的一個負責人 就郭董就狂變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次集團有十幾家公司 結果只有三家公司賺錢 其他公司都賠得很窄 尤其是有一家美國公司 去投資了這個 醫療科技 還慘虧了一億美金 那週刊都寫得非常清楚 但是寫出來之後 這些內容呢就被這個洪海給否認掉 說沒有這回事 但是我認為那個無縫不起浪 而且寫到那個內容實在是太 Detail了 包括郭董怎麼去墊他姐夫 罵的那些話說 不要以為你 我不敢動你等等等等 這些話都寫出來 所以應該是有歧視 那我們看到現在目前呢 洪海的這個旗下 有賺錢的公司 各位可以看到 像康蓮這家公司 大家可以值得注意 因為這家公司現在是在新櫃 這個康蓮呢 離我們錄影的地方也蠻近 他就在 公司就在這個洗癌燈旁邊 那我是去過康蓮 帶我媽媽去看過牙齒 因為他裡面也有牙醫 那牙醫也很難約 生意非常好 裡面每一次去這個 都是坐滿的人 所以基本上 康蓮這家公司是有賺錢 不過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營收 各位可以看到 康蓮今年的營收 是有出現連續三個月的衰退 那也的確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說 康蓮最近的股價表現也比較弱 他在新櫃最高的時候 曾經一度漲到300多塊 那現在目前的股價 跌到了這個100塊附近 那是不是一個買點 以他去年的EPS 還有5塊到6塊 那我覺得長期可以去注意 康蓮生意這家公司 因為這家公司畢竟是 郭董在整個M次集團裡面 是有賺錢的一家公司 而且這家公司 我覺得他的在醫療的佈局還蠻紮實的 包括他做精準測試 然後包括做健檢 包括做牙醫的部分 都有瞄準到未來 整個生醫以及現在目前台灣社會老齡化一個發展趨勢 但是整個鴻海集團的所謂生技股 有些公司我真的就不能講不予置評了 就是說因為畢竟 很少看你講話這麼吞吞吐吐吐 畢竟中開裡都寫得很明白 就讓他自己谷歌看 現在目前就只有三家公司是賺錢 而且郭董要把他整併 其他公司都要把他裁撤掉 所以現在可能有蠻多人可能準備捲鋪蓋走路 所以據說在這個市集團裡面 大概也是有點這個不知明天在哪裡的味道 我們另外來關心這個也是很大這個存股族 非常關心就中鋼 中鋼第一季的業績出來了 這個第一季的這個部分 目前累積稅前虧存25.66億 那麼這個目前中鋼也說 這個反轉向上最快要等到第三季 中鋼是很多存股族的痛 現在的這個股價 我們現場有人很喜歡買存殘股對不對 你竟然是年紀最輕的阿森 中鋼不是你關注的股票吧 中鋼是你的叔叔們 如果是長期投資的話 我是不建議做這種產品報價不穩定的產業 因為他就是起伏很大 那你既然長期投資 你就是想說不要去盯盤不要去砍 那你還買這種有時候又大賺 有時候又大虧的公司 那自己就搞的心情很緊張 而且像中鋼他是比較偏國營的企業 那因為像我拜訪過 我都感覺到他們的管理層是比較守成的 比較沒有衝勁的 所以這種我是比較不推薦做長期投資的 OK好 所以那已經套牢的人怎麼辦 可以換一些我覺得比較民營 譬如說那個台灣最高峰的金控 我覺得還不錯 OK 講到蠻明顯的 真的很高峰的闖峰 看到eller要有很多事 這上面那個其實是最高峰的 但是祁開始 什麼神仙 fame 反彈